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就在几天之前 曾有一名男子因为偷窃食物 被警方逮捕 当时他还不断跟警方解释 他没有偷东西 之所以会没有付钱 是因为他不是现代人 而是来自3036年的未来人 在他们的那个年代里 人们不需要靠钱来买东西 可想而知 当警方听完男子的叙述 立刻认定此人近身有问题 因此开始盘查他的身份 离奇的是 无论警方如何查询 都查不到这个人的个人资料 仿佛他不存在一样 因此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警察 只好将人送往医院 当时一名记者 杰克·赫姆斯 注意到了这件事 于是前往寻找3036 并将采访的过程 拍成了纪录片 时间旅行者的自白 而根据这名未来人的说法 未来世界会发生一系列事情 其中最让人诧异的是 再过一段时间 地球将会经历一段很长 没有电可用的时光 并为下一场灾难拉起序幕 当时很多看完影片的网友 都觉得这部纪录片 一定是一部伪纪录片 因为现在虽然偶尔会停电 但是要到长时间完全无电可用 实在有点离谱 但更离谱的是 就在这部纪录片上传网络后不久 NASA竟然证实地球很有可能真的会大停电 甚至还有学者相继认同了NASA的判断 那么究竟这名未来人到底是谁 他还说了什么关于未来的事呢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地球会大停电呢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销售 按下玛丽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玛丽姐的影片哦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 2025大停电 大约两年多前 一个名叫做叛徒2021的网友 忽然得到了美国媒体的注意 原来这个账号在短短两天之内 竟然涌入了100多万人观看 刚刚大家看到的 就是叛徒2021上传的第一支影片 当时他就跟大家预告 接下来他还有更多的影片会上传网络 根据叛徒2021的说法 几周之前 他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了一部纪录片 片中一名记者 正在访问一位来自3036的男子 一开始叛徒2021也不相信这部纪录片 但当他上网搜寻网络资料以后 才发现纪录片很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当时警察曾经因为无法确认男子身份 最后将他送到了医院 但经过医生的检查 男子身上竟然完全没有毛发 甚至体内还有很高的辐射剂量 但他的身体却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最离谱的是 在一项X光的检测中 他们发现男子的手上 竟然被植入了特殊镜片 杰克赫姆斯是一名记者 在拍摄未来人纪录片之前 他曾经拍摄过 关于自闭症儿童的纪录片 当时他恰巧注意到了未来人的新闻 于是在3036的同意下采访了他 3036向杰克表示 他的名字叫做塞巴斯蒂安 2020年时经由时空旅行技术 来到了我们时空 由于旅途的过程中出了一点意外 导致他现在人还在这里 不过他并不会想要离开 因为相比3036年 21世纪人类的生活好多了 原来根据他的说法 大约在50年后 也就是西元2080年开始 世界人口数将会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全是因为辐射问题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辐射 使得3036在刚到21世纪的时候 身上完全没有毛发 直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终于长出了此生第一根毛发 不止如此 根据3036的说法 未来世界的空气里 含有很多致命毒素 这将会导致人类的寿命大幅减短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根据3036说法 为了要延续人类的生命 未来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晶片 一旦植入人体 晶片就可以时刻监测身体状况 以便医生及时对症下药 而除了监测身体状况以外 这个晶片还有多种功能 未来人类可以凭借晶片 启动飞行汽车 领取食物 甚至还可以依靠晶片 侦测核实才是最佳的反夜时刻 没错 根据3036的说法 未来只有在晶片 确定你足够瓦吊跳的时候 才能够与太太做运动 而且一年只有三次的运动机会 想知道为什么一年只有三次吗 等等告诉你 而除了服务机之间的交流以外 未来没有电影 没有音乐 还没有运动员 平常一般人能做的事情只有阅读 虾咪 连漫画都不给看 先说你的心脏吧 当时听到这里 就连采访的记者 杰克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于是他开口问到 是什么原因导致未来人类 不再有娱乐活动了呢 3036回 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一年只有三次运动了吧 因为停电没有其他娱乐咯 也许正是因为3036叙述的未来太过离谱 以至于后来杰克都怀疑眼前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精神有问题 于是在一次采访中 杰克趁着3036不注意的时候 前往厕所拿取了他几个毛发 并将毛发送去检验 令杰克感到意外的是 检验报告竟然显示 3036的DNA不能与地球上任何国家的人中匹配 关于这一点 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奇怪 因为如果3036真的是未来人 他的DNA应该要跟我们有点关系 而且不只是我 还有很多的人都在怀疑3036 可是诡异的是 就在这部纪录片上传网络之后 NASA竟然公布了一份资料显示 太阳即将进入最大活跃期 而且根据专家的说法 这次的太阳活动 很有可能会造成地球大停电 难不成这就是3036口中描述的大停电吗 最重要的是 根据3036的说法 这段时间将会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 但停个电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 西元1890年代 尼古拉特斯拉设计出了交流电的供电系统 为人类跨时代的进步埋下了契机 甚至进阶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由于交流电的供电系统发明 使得电力可以更加便利的普及世界 于是在接下来的100多年时间里 人类文明迅速发展 我们甚至可以说 今天的人类已经完全离不开了电 那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忽然没了电 会发生什么事呢 也许会是在一个周末的夜晚 当你准备打开电脑观看 马铃姐的最新影片时 忽然下一秒电脑没了画面 不只是电脑 家里的电灯及各项电子设备 全部停止作用 原来是停电 此时你拿起了手机 心想幸好刚刚有充电 还是可以靠上网来打发时间 可是奇怪的是 尽管手机现在还有电 但是网络讯号却是中断的 此时夜脸迷惑的你走到了窗边 这才发现原本灯火通明的城市 已经被黑暗笼罩 而这个黑暗不会马上结束 事实上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 一个长达10年没有电的生活 由于前一晚的停电 因此你罕见的在晚上9点之前入睡 隔天一早睡到自然醒的你 习惯性的拿起了手机 准备划个FB 却发现手机竟然还是没有网路 于是你打开了手机里的电话簿 想搏通电话给朋友 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你发现就连电话也没有讯号 此时情绪崩溃的你 终于意识到情况有一点不对劲 你立刻冲出家门 却看到街道上一片混乱 原来在没有红绿灯的指挥之下 现在交通已经乱成一团 不过这不会维持多久 因为再过不久 车子也会因为停电 加油站无法运作 最终导致车辆无油可加 眼看整个城市乱成了一团 于是你决定先离开混乱的街道 进入商店买杯冷饮 却发现经过一个晚上 饮料柜已经没有冷饮了 就连咖啡机也无法运作 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你拿起了一罐常温饮料 却在结商时发现 你的信用卡无法使用 就连旁边的ATM机器也无法继续吐槽 而这仅仅只是停电的第一天 根据专家的说法 一旦停电超过一周 整个城市都会充斥着食物腐败的味道 到那个时候 就算想来碗泡面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瓦斯炉也需要靠发电来点火 事实上就连自来水的供应中 也需要用到电 此时不但没有热水澡可以洗 甚至还没有新鲜食物可以吃 因为在食物的生产及运输的过程中 统统需要用到电 因此如果没有了电 食物生产将会大幅减少 最终导致饥荒出现 此时大多数的人终于意识到 在没有电的日子里 我们只能回归自然 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食物 从此过上义务义务的生活 也许大家会觉得 要像前面所提到的长时间停电 是件不可能的事 但根据最新专家的研究 这还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在过去 它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而这一切全都与太阳有关 西元1859年9月1号 一名业余天文学家 理查·克里斯多福·卡林顿 正在天文台观测太阳 此时两道强烈的白光忽然从太阳射出 当时卡林顿还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 毕竟自己观察了太阳这么久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况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几秒之前 他看到的闪光 竟然会是史诗级别的太阳风暴 此时数十亿吨的气体云 正在以每小时100万英里的速度冲向地球 几个小时之后 一道如同白天的亮光惊醒了整个欧洲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是天亮了 但与白天不同的是 此刻照亮大地的不是日光 而是极光 事实上根据当时的记录 很多靠近赤道附近的地区 如古巴夏威夷等 都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极光 但就在大家欣赏极光之美时 一群电报站的员工忽然注意到了机器 冒出了浓烟 当时他们立刻拔除了电源 可是诡异的是 尽管没了电源 机器还是在运作 直到最后白烟变成了火苗 整台机器瞬间陷入了火海 这就是著名的卡林顿事件 当时很多专家都不了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直到西元1921年 怪事又发生了 西元1921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 当时很多先进的城市纷纷装上了路灯 因此即使到了夜晚 城市依旧可以像白天一样的热闹 然而令人错愕的是 西元1921年5月13日 诡异的极光竟然再次出现 而且与上一次一样 世界各地先是看到一片绚丽的极光 然后没有多久 纽约 瑞典 法国 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电网 忽然断开 顷刻之间 各大城市陷入了一片黑暗 根据记录 当时这个诡异的极光 还持续了三天之久 造成了城市里所有与地有关的设备 全都无法使用 影响了超过1.3亿人的生活 此时终于有学者注意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并积极投入研究 这才发现 原来太阳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进入活跃期 产生太阳闪焰 随着太阳闪焰持续喷发 一种简称为CME的日缅物质抛射 就会失出 这原本是一件行为正常的事 也是南北两极会出现美丽极光的原因 不过科学家却发现 太阳闪焰释放出的CME能力 并不是固定的 当超级太阳风暴发生时 强大的CME将会袭击地球 最终导致电器发生电力浪涌 白华一点意思就是 电力爆冲造成电线短路 重点来了 上一次超强能量的CME是发生在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 当时人类对于电器的依赖程度并不高 而根据专家的说法 一旦再一次发生卡林顿事件 那么全世界的电网甚至是发电厂的机器很有可能会瞬间短路烧毁 一旦发电厂全部烧毁 那么人类将不可能可以及时修复 因为建造一座发电厂的过程里 也会需要用到电 而那个时候的人类已经无电可用 又该怎么建造发电厂呢 西元2012年 也就是玛雅末日传得沸沸扬扬的年份 当时还有很多人花光了毕生的积蓄 买了货柜屋 以便在末日中求生存 不过后来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根据NASA的资料显示 当时太阳曾经发生过一场强烈的太阳风暴 并射出了超强能量的CME 不过幸运的是 那一次地球刚刚好躲过了 当时还有专家计算 如果那一次地球不幸被CME击中 那么肯定会发生大停电 到时候光是美国一天的经济损失 就有2.6兆美元 而要恢复美国所有受损的电力系统 恐怕还要花上4到10年以上的时间 实在是非常惊人 重点是根据NASA的说法 2025年7月 太阳就会再次进入活跃期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一次我们还能幸运地躲过吗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随着人类对太阳的了解 目前我们已经有技术可以提前知道 强大的CME会何时抵达地球 原来在CME抵达地球之前 太阳会先释放出超级太阳要斑 而导致停电的CME 则是需要数小时或者是几天的时间 才会抵达地球 也就是说我们将会有足够的时间 提前关闭发电厂的机器 等待CME通过以后 再重新启动机器 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 虽然关闭的那段时间 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比起长达10年以上 无点可用的情况 这个伤害应该还算是可以接受 但就在我即将要松一口气时 一份资料引起了我的注意 原来有人发现 不知道为什么 每当太阳有剧烈活动时 地球上的灾难 竟然也会跟着增加 难不成太阳真正对人类的影响 不只是停电忙 亚历三大齐茲夫斯基 是苏联时期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西元1940年 齐茲夫斯基正在调阅 历年所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 忽然一件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太阳黑子增加的时候 地球总有大事发生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发生在西元1914年 随后短短数年之内 大战越演越烈 死亡人数迅速攀升 直到西元1918年 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刻 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万人 离奇的是 当战况变得激烈时 太阳黑子的数量 竟然也跟着变多 这里是一战发生的时间 此时可以看到 太阳黑子的数量正在攀升 直到西元1918年年底 一战结束时 太阳黑子也很巧的慢慢递解 更巧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及911事件发生的时机点 也刚好是在太阳黑子发生的高峰时期 而太阳黑子越多 则表示太阳活动更加频繁 换句话来说 当太阳不冷静的时候 地球也会跟着不太平 值得注意的是 著名的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 是发生在西元1947年 而那年太阳黑子也是处在高峰时期 难不成这就是当时 导致飞碟意外坠毁的原因吗 总而言之 根据NASA的说法 20257月 太阳活动就会再次进入高峰 反观现在的国际情势 似乎也正在逐渐升温 难不成太阳真的会使人冲动吗 还是说一切只是巧合呢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终于知道古人为什么会如此敬畏太阳了 所以大家下次看到太阳时 记得要先深呼吸一口 保持心情平静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 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影片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